大家好,我是阿黎 今天有你们想学的红烧肉 还有一个我认为比肉还要好吃的 就是这个糯米笋 脆嫩爽口,特别下饭 今天还是在外婆家吃 外婆家的墙壁要翻修 我突然发现我还挺喜欢看刷墙的 感觉特别的解压 刷墙是我表舅还有她的搭档 两个人的技术还挺好的 效率又高 老妈开始烧饭了 这个是一包糯米笋的量 给她洗干净改改刀 有肉的话放点淀粉、生抽、料酒 给她腌制一下 没有的话也没事 准备青红辣椒、蒜子、大蒜叶 锅烧热倒菜籽油 油热下肉丝 变色以后放入糯米笋 一起翻炒一下 炒这个笋的话 油要稍微多一点才好吃 炒个三五分钟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放点盐 把大蒜子也放进来 再放生抽、料酒、辣椒面 一起再翻炒个两分钟左右 这样差不多就炒透了 出锅前就放点青红辣椒 炒出香味了以后放蒜苗 冬天烧菜用这个蒜苗很好吃 但是大家尽量买那种农村 他们自己种的拿过来卖的 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买回来的 这个蒜苗上面都有那种蓝色的东西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总感觉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老妈现在开始烧红烧肉了 肉的话就可以先把肥一点的部分先炒一下 炒出油分了以后再放瘦的部分 然后把生姜蒜一起放进去炒 炒个三五分钟可以加一点 生抽、料酒、老抽继续翻炒 然后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再加水 我妈加的是冷水 之后给它盖上盖子 等它烧开了以后 马上给它转到小火 慢慢的炖半个小时 半小时以后加糖 然后放进去以后继续用小火 再炖个二十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肥肉部分的很多油分都已经煮出来了 吃着就肥而不腻的 瘦肉部分吃着也不柴 另外老妈还烧了红烧鸡煎豆腐 就是外婆自己做的豆腐 很香 简简单单的农家菜 但都是我喜欢的味道